火星是离太阳地私心的行星,为太阳系中四颗类地行星之一。 火星的直径约为地球的一霸,此转周清角,此转周期,则与地球相当,但绕太阳宫转周期是地球的两倍。 迄今为止,人类对火星进行了多次探测,特别是美国,已经发射了多个火星探测器,并登录到了火星表面。 2008年7月31日,美国布黄号火星探测器正式火星存在水冰。 2013年9月26日,号奇号火星探测器,发现火星的土壤,含有丰富水分,显示火星有足够的水资源,供给未来移民使用。 2015年9月,正式火星有间歇流动的液态盐水。 2018年7月25日,意大利航线局宣布,在火星冰盖之下,发现一个直径20公里的冰下湖。 或许有一天人类真的可以登陆并移民火星,好希望中国的火星探测器,也能够登陆火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的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